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新鲜 任何时代只要有人的地方便有歧视 再加上人为的政治因素 人际关系只会越发被撕裂 国与国之间 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冲突 排斥 斗争 制裁 报复等 不难看到 这个世界越来越多混乱 越来越多仇恨 越来越多斗争不和睦 因为人们忘记了仇恨并不能解仇恨 我们实在需要彼此饶恕 主耶稣曾教导我们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我们的心灵常常因着恨的缘故 不断地被捆绑和煎熬 恨实在是一种无期徒刑 著名小说《密室》的作者 唯一位虔诚的荷兰基督徒 名叫科利 描写他的父亲在二战时 因为保护和藏匿犹太人而受牵累 被关押在德军的集中营里 后来他的爸爸和姐姐都死在集中营 他却因为德军的一个错误处理 竟然被释放 1947年大战结束后 科利为回应神的呼召 愿意饶恕那些在集中营伤害过他的人 有一天 他在慕尼黑一所教堂 对着很多德国人讲述他在集中营的经历 他见证说 我们只有饶恕才能够走出这种仇恨的捆绑 散会后 有一个德国人走到他的跟前对他说 我以前在集中营里是个守卑 曾经做过很多坏事 我已经信了耶稣是个基督徒 你今天讲得很好 能不能和你握个手 科利一眼就认出这个守卑 就是当年曾虐待过他 姐姐和父亲的那个人 自己和家人被苦待的画面再一次地浮现在眼前 仇恨让他提不起手来 和这个曾经深深地伤害过自己的人握手 原来站在台上讲饶恕很容易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面对伤害过你的人 就是连和他握手也很困难 他立刻祷告 主耶稣啊 请你将你的饶恕给我 好让我能够饶恕这个人 祷告完后 他慢慢地将手伸出来 让他们的手紧紧握着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 他真正地得到了释放 原来 战争虽然胜利 他还一直没有被释放 他的心灵还被紧紧地关在这个仇恨的监狱里 直到此时 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心灵被释放 并且完全脱离了那个无期徒刑的捆绑 原来 饶恕不是个理论 而是一个被伤害的 被破碎的 被撕裂的心灵 能够伸出手来 去接纳那个曾深深伤害过你的人 可能有人伤得你很厉害 但是你不要让别人伤害成为你无期徒刑的监狱 有时候 没有看见那个人还好 一看见你就生气 一想就更生气 有时 我们真的不容易伸出手来 跟得罪你的人和好 有一个稍有成就的伤人病重 知道没有办法医好 在弥留的时候 他交代家人一切的事情 最后他说 我不喜欢某某人来参加我的安息礼拜 这句话带给我很大的震撼 我们真有人仇恨到这个地步吗 求主怜悯我们 千万不要带着这样的仇恨离开这个世界 送给大家一句话 如果你要一时的快乐 那便报复吧 你若要一生的喜乐 那便宽恕吧 心灵受伤越深 越难宽恕 时间只能短暂的疗伤 真正的宽恕 全靠恩典 是来自十字架的爱 求主恩待我们 二 饶恕才是真的释放 听耶稣怎么说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像天父般饶恕 我们做得到吗 主导文这样记载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不明白会和天父免我的债 会依照我如何免别人的债 后来 我稍微明白 原来 当我肯去饶恕一个得罪我的人时 我才能体会天父对我的饶恕 当我不肯饶恕别人的时候 我们还不明白天父的饶恕是怎样的 天父对我饶恕 理论上我懂 但实际上我还没有体会 直到我实际去饶恕别人时 我才会稍微明白天父对我的饶恕 要从心里饶恕才是真正的饶恕 不是表面的虚假的敷衍 那么我的心仍未得着释放 故此 要有宽大的心和宽容的量 才能对人有宽恕的情 看约瑟怎么做 贵为埃及宰相的约瑟 并没有使用他绝佳的权柄和机会来报复哥哥们 反以宽恕代替行则 当时他说了三句得罩释放的话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他认定自己不是神 不能代替神去报复人 不能体贴行道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被兄长出卖也有神的允许 因为我的生命不在人的手中 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以亲爱的话来安慰正在惧怕被报复的哥哥们 原来害人者也许终日被自己所犯的错煎熬 岂不是如同坐牢吗 看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 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新约时代开始于十字架上的饶恕 旧约时代开始于神位犯罪后的始祖 预备皮衣做他们的遮盖 皮衣象征着一个生命的牺牲 同时也显明了神的饶恕与接纳 三 现代版双城记 相同的故事 不同的结局 曾发生在美国两个城市 同样是白人警察杀黑人的案例 相同的故事却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第一件 最近发生在Minapolis 白人警察用不当的方法 跪在黑人George Floyd的信上 令他窒息而死 坦白说 这位警察应该不是故意杀他的 而是执法过度所犯的错 那个黑人也是个惯犯 曾多次入狱 这次因吸毒不能受控制 还使用了假钞 白人警察对他逮捕而引起误杀 因为这件事引发几乎全国的示威游行和暴动 暴徒也借故到处进行打 砸 抢 烧 杀 也借着无公平便无和平之名 到处做不公平和破坏和平之事 甚至中国人少数族裔 黑人也受害 财务和人命遭受极大的损失 加上这事被利用 被包装 被美化 被政治化 已经完全变质和变调了 罪犯被塑导成烈士 反而带动了更多的种族仇恨 仇恨也越发加深 并且越演越烈 至今仍未平息 第二件 发生在Dallas 一个白人女警官Amber Geiger下班回家 认错了别人的公寓 她看见一个黑人正在边看电视边吃冰淇淋 以为她是闯进来的小偷 因为害怕 她连开两枪把这个黑人打死 这个被杀的黑人是个26岁的青年 Bossam Jane 她不是那些在街头违抗警察的游民 她也没有坐牢的记录 甚至没有吸毒酗酒 而且是大学的高材生 是当地有名的会计公司的会计师 她还是教会敬拜团的领袖 她是个基督徒 有着大好前途的青年 一年后 2019年10月2日 女警官被判十年徒刑 并且继日执行 宣判之后 她已经气不成声 当时死者18岁的弟弟 Brand Jane 要求向你被判刑的女警官说 若你会为我哥哥被杀 表示道歉 我会原谅你 我知道 若你去找神 他也会原谅你 我爱你 像爱其他人一样 我甚至不想你坐牢 我希望你将你生命回归基督 我相信我的兄弟 也会有同样的希望 然后她向法官请求说 我可以给她一个拥抱吗 可以吗 她问了两声 法官Taming Cap 犹豫一下就准许了 当两人拥抱时 其他人早已气不成声 法官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两人非常令人震撼地拥抱 以怜悯和饶恕 来结束这个谋杀案的裁判 后来法官也拥抱了 被判刑的女警官 并且把一本自己的圣经 送给女警官 并勉励她说 请在狱中好好读吧 你有没有发现 其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其实德州的女警官 杀黑人青年之事 比Minellipides George Floyd被杀之事 更加严重 因为George Floyd 是因白人警察 执法过渡而死的 而这个女警官 是故意杀人的 George Floyd是个罪犯 不久前才从五年的监狱里 被释放出来 有很多不良记录 有两份验尸报告证明 她身体里面 曾吸食过三种毒品 她在事发时也不受控制 但是被女警官所杀的黑人 Bossom Jane 是个非常优秀的青年 她被枪杀 完全是女警官的错 相比之下 是不是这个案子更为严重 但是很多人都不记得这个案件 可能都没听说过 去年才结束的 这个可怕的杀人案件 却以基督的信仰 伟大的饶恕的爱 作为完美的落幕 没有人视为游行 没有暴动 同时也没有被高度的暴露 为什么 我想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案件 是关乎基督的信仰 受害者的弟弟 以言语和行为 把基督的爱和饶恕 表现在这位无故杀死自己哥哥的 白人女警官的身上 假如没有耶稣的救赎 这确实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 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吧 人们不愿意大事宣扬这个新闻 因为没有可以利用的价值 其实 饶恕并不是让伤害你的人逍遥法外 不需要负上任何的责任 正如死者的家人的饶恕 没有让那位女警官逍遥法外 可是自己的心灵已经得到医治 不被捆绑 从无期徒刑得到释放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也正在被仇恨所撕裂 仇恨绝对不能解决仇恨 人们太需要来自神的饶恕 求主怜悯我们吧 使用我们能够更正面的 更主动的活出耶稣的爱 活出基督的信仰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听 愿上帝赐福给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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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